今天為大家示範低脂健康的蜂蜜味噌烤雞肉串 以Toshiba燒烤微波爐料理 全程、無油煙、低脂又健康 那我們先看一下所需要的食材 首先先將雞肉放入微波爐解凍 可以用重量解凍按下重量計時解凍設定500 等待解凍的同時來處理輔料 薰膠去魚頭去紙後切成塊 在輔料處理好的時候機油也解凍完成 解凍完成後機油切成薄塊 將所有的食材及調味料倒入碗中攪拌均勻後 冰露冷藏5分鐘以上 將醃好的雞肉跟青椒用竹籤串好 剩下的醬料留下來備用 按下燒烤混合兩次 按數字鍵400 再按開始就設定完畢 時間到取出 在鐵架上鋪烘焙紙 用剩餘的醃料塗抹在雞肉串上 放上鐵架 接下來開始燒烤 按下燒烤混合烹調 數字鍵按1000再按開始 這樣就完成了 可以撒上芝麻點綴 以及搭配檸檬風味更佳 使用微波爐後 難免會有食物溢出的湯湯水水及味道 頭需把料理微波爐 可快速設定爐內脫臭 再也不用忍受食物殘留的異味囉 感謝大家收看食物鏈 今天以頭需把推出的燒烤料理微波爐 來製作這道蜂蜜味噌烤雞肉串 增加了燒烤蜂味外 以微波爐料理雞胸肉 口感Q嫩多汁 步驟簡單健康而且無油煙喔 即使沒完事入也能輕鬆做菜喔